讲到涨价 最近大家到卖场去买东西 有没有觉得东西是越来越贵了呢 台湾10月份的物价指数年增2.58% 是30年来的新高 民众也超有感 经济部就找来了四大量饭跟超商业者开会讨论 锁定了像是米面 卫生纸等等名声用品 希望能够设置一个平价专区 要让消费者有更实惠的选择 不过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世东认为 在自由经济之下 政府的美意不太容易推斗 大卖场采买必需品 有没有觉得东西越来越贵 收银机的BB声 顺告大家荷包持续瘦身 小老百姓上街采买 感受很深刻 高粒菜跟白菜 这个应该点一下不少钱 三公升的沙拉油是132块 结果现在变成快160了 那就买不起了 万物都涨 但薪水涨幅还没跟上 尤其台湾10月物价指数年增2.58% 30年来新高 经济部傍晚找四大量饭 和超市业者谈一谈 研理设置 平价专区 锁定泡面 柴米油盐 卫生纸等重要民生物品 因为有一些的商品它有账 有一些没有账 那我们想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我们希望跟卖场来交换一件 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康的评价的 这个我觉得还是对消费者是好的啦 卖场强项安心价 号称永远不涨价 自大量分泰度 加勒服还有买一送一 第二件五折等优惠 全联则是民生用品大部分八折 帮忙抵挡这波涨幅 但远东集团的爱买 董事长徐旭东却是先抢中央 在一个自由经济的情况之下 不太容易 除非你的政府有很大的权威 国内通膨 民众有感 政府详涉评价专区 能撑多久 外界都在看 记者陈楚强 林陈杰高紫耀 五香三天北报道 掌声响起 现在不只是泡面涨价 就连手工弹卷也跟着寒涨 嘉义以手工弹卷打响知名度的福亦轩 为了因应原物料上涨的成本 再度的调涨售价 不只是招牌商品 各调涨五到十元 就连包装用的纸箱也涨价了 店内选购人潮多到像是快要满出来 店外还有民众大牌长龙 嘉义执兵手工弹卷名店福亦轩 人气丝毫没有受到涨价退烧 不会很贵啦 不会赚 还是会买啦 会会会 这样还可以 我常买 我觉得它的东西还蛮不错 爱吃就是不爱吃 因为我们已经持续吸收 这个原物料的上涨部分 已经吸收了两年半了 那这实在是不得不必须 要调整我们的商品价格 主打商品虽然涨价 不过大部分的民众都还能接受 因应原物料成本上涨 福亦轩的手工弹卷 从原本一包160元涨到170元 福交饼则是从原本一包90元涨到95元 涨幅大约落在5到10元 而另一头的林聪明砂锅鱼头 在两三个月前 部分商品就有调整价格 大概调整10块到20块左右 那因为也知道年节即将到 所以今年的内容跟电商 还有我们的熊猫平台上面的 目前是都没有调整价格 掌声响起店家纷纷调整售价 不过像是琉璃掌鸡肉饭 就怕客人吃不消不敢涨价 超出的成本都是由我们业者自行吸收 然后欢迎全省的民众都来加一吃 价美物联的鸡肉饭 有人选择苦撑 有人不得已只好调整售价 价钱到底合不合理 就看顾客买不买单 决菜重吴嘉义报道 清华大学日前才爆出 中国大陆党政单位成租清大校舍 涉嫌违反了两岸条例 而现在又传出了 世新大学行之有年的才艺比赛 由校方提供的半唱代歌单 其中有好几首原唱 是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演唱的 中共官方宣传歌曲 质疑文化统战进入了校园 世新大学出面澄清 说采用的是方间半唱代收录的歌曲 总共有三万多首 学校没有指定比赛曲目 更直接点名激进党 不要什么事情都犯政治化 中国重庆走 冲完农后党位的中国歌曲 这是习近平第二任妻子彭丽媛所演唱 台湾人多半没听过 不过现在却入侵校园了吗 因为就在世新大学第17届 才艺大赏的比赛 校方提供的半唱代歌曲 其中一部分竟然是中国官方宣传歌曲 以文化交流的方面来看的话 还可以接受 我自己也觉得不太适当 可能学校可能有一些意识形态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你就自己 如果不喜欢那就不要选 不过有其他学生担心 中共藉由歌曲统战 向激进党爆料 激进党整理出好几首 原唱都是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世新紧急发声明 强调歌唱组半唱都是采用坊间公司歌单 总共有三万多首没有指定曲目 最后一句更直接点名激进党 不要犯政治话 我们不会有一个指定的歌曲 在某些的歌曲曲目里面要删除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 因为这个就是厂商提供 三万多首里面的组成 日前才发生 中国党政单位成租清大校舍 涉嫌违反两岸条例 现在是新歌唱比赛 还出现中国歌单 是否唯有计划渗透 也引发关注 记者 国内服部长陈时中 饮酒高歌的影片曝光之后 与会人士的身份也被起底了 那么除了郑威集团董事长郭台强 郭台强还有呢 这个曾经卷入收回扣 诈领保险费的心脏科名医陈世忠 另外呢 这位女子呢 也是与这个中国大陆 政商关系深厚的陈小珍 陈世忠出席参序 也遭到兰仪抨击说 这有为廉政伦理 另外呢 更被质疑了 影片会流出 其实和民进党的内斗有关 而陈世忠今天被问到了相关问题 大声喊冤 他说他和在场的人都不认识 但是大家越问 越有阴谋论的感觉 脱口罩开 景桑高歌 一手还拿酒杯 一干而尽 陈世忠无罩饮酒 K歌画面曝光 与会人士也被起底 大有来头 除了白色上衣的这位郭台强 称赞陈世忠好酒量的 就是曾收回扣 又扶报健保费的名义陈世忠 另外遭引设施女陪室的长发女子 陈小珍 担任过人理银行执行长 更与中国大陆政商关系密切 身份敏感 就要解 陈世忠当天就是在内湖的这间 意识牛排餐厅的包厢聚餐 这里并非酒店 但消费可不便宜 邀请陈世忠与会的高丛 某大学流行教授坦承 当天是一票生肖属蛇的好友 蛇会聚餐 与会者横跨学商界 也强调再场女生 绝对不许女陪室 若有此事愿意捐一亿元 并且辞教职 认为政务官不该出席这类参序 但陈世忠一年多前 拖照唱歌影片机灵曝光 有一说根本是民进党内斗 不只如此老烟枪陈世忠 还被爆料 疑似在室内抽烟 面对国监署长传递 可协助戒烟 甚至担任戒烟大使 陈世忠这么回答 不好意思笑一笑 毕竟称为微服部长 防疫健康形象 还是得做最好榜样 最后的微信台报道